Hello大家好,我是阿姆实验室一摇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在EaglePlanner飞行过程中 不同的膨胀系数对飞行稳定性的影响 EaglePlanner是一种业界知名的无人机轨迹规划算法 它的优势在于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快速地规划出 安全、平滑且动态可行的轨迹 在EaglePlanner中,膨胀系数是在路径规划过程中 用于确保安全和避免碰撞的参数 膨胀系数通过增加对障碍物的感知大小 来提供额外的安全边局,从而避免碰撞 我们以适配了EaglePlanner的P250无人机为例 来讲解一下膨胀系数的设置 P250旗舰款无人机具备室内视觉SLAM定位 自主规划与避障功能 主要是通过EaglePlanner和Wins Fusion来实现的 今天我们在阿姆实验室的动鼓房来进行演示 设置好的障碍物是两根直径大约40公分的柱子 以及一些堆叠的纸枪 我们要发布一个目标点 让无人机自主避障 绕过障碍物飞到目标点 无人机和遥控器开机 遥控器通过网线连接电脑 打开普罗米修斯VR版地面站 连接无人机 驱动第一次窗户暗响机 驱动第一次窗户暗响机 启动5man's Fusion视觉SLAM定位算法 运行EaglePlanner Dips程序 把遥控器解锁 切换到kman误错模式 无人机自主起飞到初始点 在地面站上发布一个目标楼 无人机会自主规划地帐飞行到目标楼 无人机起飞之后飞行平坡 但是这里我们设置的膨胀系数0.4过大 导致障碍物之间空隙过小 无人机一直处于重规划的状态 没有规划出最终的转机 一直保持选顶 好的我们先降落 然后把膨胀系数设置小一点 打开EaglePlanner参数配置文件 找到膨胀距离 这里把0.4改为0.3 然后保存 在地面站点击断开连接 然后再重新连接 按照上一步的步骤 重新运行程序 然后起飞 发布一个目标点 我们来看一下飞行情况 无人机起飞之后飞行平稳 衡胀速度效位0.3之后 障碍物中间存在 足够的空间来规划一条飞行路线 路线发布之后 可以看到 无人机非常平稳地 绕快了障碍物 到哪了目标点 通过这个对比实验 相同环境下不同的膨胀系数 对Ego Planner 入境规划的影响比较大 同学们在实际飞行的时候 要根据具体的实验环境灵活调整 从而更好的验证和使用这个算法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给我们一键三连 有问题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